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大家好 我是李婷轩 我是尤雅琴 我是林婷佑 我是金娜希 我是林敏轩 请看今天的WOW新闻 婷佑 你会使用到塑胶制屏吗 这应该很难避免吧 包括握笔器或者是铅笔盒 很多东西都是塑胶做的 我也觉得 但是你知道吗 最近萧继威有争夺们平常熊的文具 做了说话剂含量的抽查 那抽查结果是什么呢 很多文具说话剂含量都超标 有的甚至超标好几百倍呢 这么可怕 是啊 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关心这则新闻吧 打开铅笔盒 各式各样的文具 是读书写字必备的学习用品 但是这些五颜六色鲜艳的文具 却可能含有一种增加材料的柔软性 或使材料液化的添加剂 塑化剂 经过萧继威的随机抽查 22种文具用品的塑化剂含量 就有五件不合格 甚至超过标准值150到400倍 而且都集中在握笔器和笔带 学中使用的握笔器或者是笔套 它并不是标检局的音师检验项目 所以即便有这样的限量标准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可能这个或许是我们值得 呼吁主管机关来做这个 往后的一个记查的一个重点 不要以为你没有使用这些握笔器或笔带 就不会受到塑化剂的危害 因为塑化剂无所不在 像是有些人习惯在桌上铺上一块这种 PVC材质的绿色塑胶垫 或是喜欢使用标榜美白去角质 还是深层洁净的沐浴用品 里头一点一点的揉珠 也是无法自然分解的塑胶为例 还有食物如果使用塑胶袋 或保鲜膜包装 也可能有塑化剂残留 而且越柔软的塑胶制品 添加塑化剂的量就越多 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 DHB这种塑化剂的话 其实它在人体半衰期并不是很长 所以如果说你每天暴露 每天碰到每天接触到 它还是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例如这种塑化剂 DHB零本二甲酸子 它本身是这个环境荷尔蒙 它会干扰我们体内内分泌的表现 所以对小朋友来说 它可能小女生会变成性早熟 成人的话也会增加海症的风险 所以这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小朋友在玩一些塑胶类产品 尤其是三号皮皮席的一些玩具 还有日常用品 要记得你接触到之后 一定要彻底洗手才开始吃东西 虽然生活当中处处隐藏着塑化剂危机 但是医生也告诉我们不用太紧张 只需要平常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购买商品选择有品牌的厂商 或是尽量避免使用塑胶制品 减少外食尽量在家吃饭 这样都是能让自己减少接触塑化剂几率的方法 除了塑化剂危机 生活里的危险因子还真不少 在面包涂上一层香甜滑顺的奶油 是很多人早餐的首选 最近香港做了一份调查 发现市面上卖的不少奶油品牌 都被验出致癌物 还阳饼醇 以及具有毒性的丹绿饼二醇 令不少人闻奶油色变 还阳饼醇来说 其实它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 它认定的第二级致癌物 丹利饼二醇它有肾毒性 它会伤我们的肾脏 也会有神经毒性 也会增加男性的不孕 不管是还阳饼醇也好 不管是丹利饼二醇也好 它在奶油里面 咽出来的浓度其实都不高 都是微量 所以你说 虽然说我们在香港市面上 很多牌子的一些人造奶油 都含有这两种化合物 在医学上都是属于不好的 可是我想人一个六十公斤成人 要吃到蛮大的量 很大的量才会超标 所以说那个香港政府 他后来他开记者会 他就提醒香港民众说 其实民众不用担心 因为尽力很严实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诸多的健康危机新闻 我们不必过于恐慌 正如专家建议 做好健康自我管理 就能远离危机 注意食品的添加成分 选用天然食材 均衡饮食 少用塑胶制品 就从现在开始吧 看完这则新闻之后 我心里有点沉重沮丧 感觉生活在这个世界很不安全 随时都有可能中毒 你先不要这么悲观 只要我们多注意这方面的资讯 就可以找出生活中的健康危机 今天小主播们也收集了一些资料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像有些衣服上面可能会有荧光剂 荧光剂就是让我们的衣服 看起来更亮 更白的 但是这些荧光剂这个染料 接触到一些皮肤 很容易就会引起过敏的现象 可能就会出现疹子 还有红斑等等的 所以像搞不好我们身上的白衬衫 它如果亮得很不自然的 搞不好也有荧光剂 好危险的感觉 好可怕 要如何避免那个荧光剂呢 就是你可以在买衣服的时候 不要选太白 白得很不自然的衣服 不然就是你新衣服买回家以后 可以先骑一下再船 不要直接骑干净 像这些薯条 洋芋片这类的 都是油炸的食品 还有像这些咖啡 都是烘焙的 那这些因为高温烹煮 所以会产生一种叫做 丙烯烯的物质 好难念 这个我都没有听过 对啊 这个吃太多的话 搞不好还会致癌 对啊 这么严重 好严重 对 很恐怖 所以我们要少吃一点这种东西 对 好 现在我介绍的是 生活中电磁波 造成我们的健康危机 其实电磁波无所不在 就是在我们生活中 可能都会有电磁波 像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头部 甚至皮肤 还有最重要的心脏 这么严重 对 还会让它的心率有点不整 所以我们如何避免电磁波 就是手机 充电的时候 可以放远一点 不要在我们身体附近 这样比较保险说 不会有电磁波攻击到我们身体 那我要讲的是巧克力 其实巧克力的问题 不是在于它很甜 而是因为里面的咖啡因 但是如果你吃的时候是适量的话 它会让你的情绪很轻快 可是如果你吃太多的话 它反而会造成一下像这样 负面情绪 睡不着 甚至会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 而且因为最近的小朋友 你喜欢吃巧克力 可是小朋友的代谢比淡然还要慢 所以需要更多的天数来排除 所以非常地危险 好严重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棉洗块 那棉洗块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它会有硫磺 还有漂白水 很多的加工物品 然后把它加在一起 让它产生很多的酸性的物质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包装的时候 他们会没有包装 然后就直接先装在好像一个大箱子里面 然后就直接这样在用船这样晕晕晕晕晕 那你想想看 船上是不是会有很多一些虫子 像狼狼说什么 对 然后虫子要是爬到上面的话 是不是会在上面排泄 而且没有包装 对 都没有包装 然后送到那个国家之后才会开始包装 然后我们就这样把它拿起来吃 我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假如棉洗块用完一次 然后就是厂商又把它收回去再漂白一次 然后一直漂白 要用过很多次 这感觉真的不会生 对 因为看起来白白的感觉很干净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用过了 针对这些东西 针对某一种毒素 我们也许可以向某一个办法来对付它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来远离这些毒素呢 我知道 就是少吃一些加工食品 那我也知道就是可以多喝水 还有多运动帮助我们新陈代谢 可以代谢得比较快一点 反正就是自己要控制自己 对 或是出门的时候 可以自己带环保快 环保杯之类的 这些都是好方法吗 像今天经过我们这些讨论以后 相信大家对于生活中的危险因子 都有更多的认识了吧 虽然是老生长的 不过只要多喝水 多运动 均衡饮食 少吃一点加工的食品 都是保持健康的不二法门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Amazing Kids》 《Amazing Kids》 《Amazing Kids》 我们每个礼拜的《Amazing Kids》单元 我们都会介绍一些与众不同的孩子 有的是有独特的才能 有的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毅力或是特质 有的有独特的想法或是观点 今天所邀来的来宾 细致北云的制作团队 他们所拍摄的动画影片《二语云鸟》 在大概第一届的儿哨音展里脱颖而出 让我们欢迎他们 欢迎你们 请问你们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吗 你们好 我现在是念高三的学生 我叫做宋彩群 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拍影片 他是我的朋友 你知道吗 我是王丹伟 对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对影像特别有兴趣 所以决定以动画的方式来拍我们的影片 那你们在团队中所负责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的话我们是分工合作这样 像我们两个一开始故事的编剧 就是由我们两个负责 然后其中就是有一个同学 他今天没办法来很可惜这样 他自己是负责美编的部分 我们会喜欢把工作去分配 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专场这样 所以才能做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 鱷鱼与鸟这个故事的来源 是来自我们熟悉的鱷鱼还有燕千鸟 它们互利工作的自然现象吗 对 对 应该是我们就是采用这样的角色 比较能够凸显我们的主题 但是这个影片的发展却很出人意料之外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鱷鱼与鸟 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鱷鱼与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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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鱷燕鱼与鸟 鱷鱼与鸟 鱾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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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